打开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吃天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名以食为天 当然电视节目一定也少不了吃 人哪有不吃饭不喝水的道理吗 所以吃在中国电视上是很重要的嘞 吃在中国这是一句全世界都知道的名言 但是很奇怪的一点 电视节目里面的吃啊 就会让你觉得吃啊 千万还不能在中国 你看看像这一出联系剧 为了表现家庭的和乐 早上做妈妈的 一定会准备早餐给先生孩子吃 你看先生出来了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先生出来一定要深深懒腰 然后看报纸 你看小孩也出来了 更奇怪一点 明明是中国人 但是在中国连续剧里面的妈妈 她准备的早餐 一定是外国的两片吐司和一杯冷饭 没有烧饼油条也就算了 连西饭跟酱菜都不给 这就太过分了吧 这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现代的中国人 好像都要吃外国人的早餐 好嘞 电视台的早餐就是这么吃的 那么晚餐怎么吃的呢 我们再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连续剧里的晚餐 你看太太出来了 太太好像做完晚餐里面 在连续剧里面 一定要拿一个铲子出来 这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一定要回来回去 代表自己在做晚餐 好了不讲这个了 你看先生回来了 先生回来的时候 一定会讲一句话说 太太我下班回来了 你看多和乐啊 小孩回来了 小孩回来也一定会讲一句话说 妈我回来了 你看这是电视剧里面演和乐的气氛 绝对不会演出现实的情况 现实情况的话 先生可能会说 太太我喝酒回来了 小孩可能会说 妈我打完电动完就回来了 我们还是演和乐一点吧 好啊坐下吃饭了 好了 你看太太准备去拿菜出来了 也没看到她做菜 也没看到她洗碗 不过菜一定会上桌 你看看色香味俱全 好香啊 装得很香的样子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了 你看看 太太一定穿一个围裙 代表自己非常的思想 但是呢做菜的时候 身上没有油烟味 然后呢脸上化一个大脑装 好了难看 好了吃饭吧 好了吃饭了 好了 你看啊在电视剧里面啊 所有的演员吃饭 都是一颗米粒 一颗米粒的吃 绝对不是大口的吃 而且呢绝对不添饭 而且绝对不盛汤 也不一定 准备周详一点的话 可能会准备汤 可是汤是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白开水啊 然后加上一点树叶 远远看 反正也看不出来嘛 放那里就可以了嘛 哎呦我的天哪 好了 准备吃饭了 其实啊 这些菜啊 都是昨天晚上下的道具 今天晚上才吃 其实都馊了 怪不得演员吃起来 便便妞妞的 不过做演员的 有时喜欢开玩笑 玩一点戏中戏 整一下对方 你看 这位女主角呢 就拿一些馊的菜啊 要给她先生吃 老公 来 吃点菜 你看 你最近都瘦了 天哪 一让她吃馊的菜 剧情里面没有这一套的 然后连小孩的 也火上加油 就说了 爸辛苦一点 赶快吃嘛 吃嘛 演戏怎么办呢 只好吃了 馊的菜 哎呦 男主角火大了 恨在心里 不过他也不甘示弱 他就说了 儿子啊 吃满点别噎着了啊 来喝口汤 喝汤 你看哪 树叶汤 我的天哪 然后怎么办呢 只好吃了 哎呦 树叶 还必须要讲一句话说 谢谢爸爸 好乖 哈哈哈哈 两个父子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太太暗自在笑 然后你看 两个在看 这哪像父子啊 像仇人 其实在演戏一样 只好吃了 说起演员 可爱 也有点可怜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视剧里面吃路边摊的情况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路边摊呢 在电视剧里面 他绝对不卖 甜不辣 欧娃蜜 耍火 抽豆腐等等 他卖的一定是 老板娘 来 来吧 洋春面 你看 一定是面坛 这不知道是谁规定的 好像其他坛都不存在一样 然后好像只卖洋春面 也只会叫洋春面 绝对不叫牛肉面 或榨菜肉丝面 而且说时迟那时快 也不看老板娘煮面 面就端上来了 而且要的是洋春面 然后你看 仔细一看 拉起来的是泡面 好的 在此顺便提的就是 你看啊 路边摊里面的 陈设道具 你看那个柜子 那柜子一定没有玻璃 所以临时演员 真的饿的时候 可以顺手 去偷一个卤蛋 来吃一吃 偷一个还不够 也要分给他半一个 临时演员 有时候是什么 是等太久了 会真饿 你看看 偷偷吃两个 也没人看到 好的 这时候面块吃完了 老板娘 卡桌子的时候 OK 这个时候你看 吃完面的人 要给钱了 也很奇怪一点 这个人从来 不问多少钱 老板娘也不管多少钱 收下就好了 反正是戏嘛 好的 这就是电视剧里面 吃路边摊的情况 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 路边摊的老板呢 走路一定要这个样子 请看 你看到没有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反正他走路 一定要这样走 再走一遍 点得还真好 说完吃路边摊 我们来看看吃餐厅 在中国电视剧里面 吃餐厅啊 一定不上泰国餐厅 或者是越南餐厅 也不上中餐厅 他一定要上西餐厅 好像不上西餐厅的话 就有罪一样 而且情侣约会啊 一定要上西餐厅 不上西餐厅 两个人就不叫情侣一样 中国电视上西餐厅 还有一套规矩 那就是叫吃的话 一定叫 牛排 你看 一定叫牛排 绝对都不会叫别的 然后这个小姐 也不会问她几分熟的 小姐就知道了 然后她如果要喝的话 一定喝 咖啡 你看一定叫咖啡 她绝对不叫茶或什么东西 而且小姐就知道了 也不问她是 你要阑珊的呢 还是曼特林的 还是巴西的 这小姐未免也太聪明了 好 东西叫完了 这个时候电视剧里面 男女主角一定会开始 在西餐厅里面吵架 奇怪了 你们吵架为什么要在西餐厅呢 你们到深山里面去嘛 要到海边去也可以 一定要在西餐厅里面吵架 这时候牛排上了 咖啡也来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 一定不吃不喝 就一直地吵 不断地吵 更奇怪一点是 旁边的人也不会觉得奇怪 绝对不会回头来看 顺此一说 在西餐厅里面的临时演员 安排得非常的微妙 你看两个人 根本不像喝咖啡的 倒像在谈判 你们两个男人 坐咖啡厅里面干什么嘛 好 这时候女主角一转身跑出去了 男主角一定马上追出去 两个人吵翻了嘛 更奇怪的一点是 两个人都不付账 不付账好像就算了 也没人跟他们要账 反正演戏嘛 而更绝的一点你看 其他的临时演员 也一定稳若泰山 呆坐在那里 好像天塌下来 跟他们两个都没有关系 天哪 以上就是中国电视史上的吃 你看 吃的还真难看 哎呀